這是一個全世界都在用,而且很好用的東西 我們教過這個,所謂RC circuit,或是RL circuit,或是未來越來越複雜的 circuit 我們說用這個Node Voltage Analysis這一招,大概就可以了 但是很複雜的circuit,其實你不會用手去算 所以要有一個Simulator,Simulator是一個軟體 這個軟體就是說,我如果有一個circuit,長得像這個樣子 有R,有C,然後我這邊有一個Source 這個R是100,這個是0.1,Narrow,8 同學說,老師說RC constant,100乘以0.1,Narrow,是多少 RC constant,R乘以7,是不是 100乘以0.1,是多少 10,單位呢 單位是Narrow,是不是 10Narrow Second,對不對 那我這裡有一個Source 這個Source,正負呢 那這個Source,其實我們可以去Specify 說它是什麼Source 那我這個Source說,是一個 是一個 綠色的這個 綠色的這個 它從0 然後上升,上升到多少 20 這邊有20 然後呢,維持一段時間下降 再到這裡,又上升 那我要來看 那我要來看 這個的Voltage是多少 OK 我要來看Voltage是多少 這個是 Charge,對不對 這是Discharge 只不過現在Discharge的路徑呢 其實也是走同一個路線 就是同一個R 所以理論上應該是 R越大的時候呢 R越大的時候 這個呢 應該是 越慢 對不對 C越大的時候呢 也是越慢 所以我先用這個東西 因為老師已經做出來了 但是我等一下要告訴你 怎麼做這個東西 好不好 我們先來看Rc的關係 比如說 我如果把R變小 讓你Expect這個藍色 看得到藍色嗎 這藍色是上升 各位 下降 對不對 好 我們不變 我們把R變小 變小的話應該快 變快 對不對 Time constant變小了 對不對 所以 我怎麼變呢 我這裡可以 有一個值可以改變 對 我可能還會操作 我可能還會操作 不太對 看不到這個 我先把這個拿掉好了 好嗎 比如說 我們現在把R呢 減半 就這個地方 好 我把它減半 它要一個edit 對不對 比如說現在呢 這個100我把它改成50 減半 這是減半 對不對 那減半以後 我們simulate看看 這邊有人叫Rone 那同學看到這裡出現很多啦 很多 因為它所有的訊號都跑出來了 你說這個R有沒有變小 好 我剛剛 操作這個scale 有點變掉 我可以把一些delete掉 好不好 delete掉這個trace 比如說 這工具 工學自己可以去 其實回到剛剛那條線 如果顏色變 綠色的還是 我的這個source 綠色的這個還是我這個source 那紅色其實是我剛剛那個藍色 你可以看看藍色 剛剛要跑到這個 這個地方的時候呢 現在才滿 那現在銀色你看 就變快 就變快 因為我把它變小 對不對 我把它變小 對不對 我把它變小 有沒有問題 好 那我又講說 它跟這個 它跟這個 voltage 的大小 應該是沒有關係 我現在voltage最高到20V 是不是 我這個地方設定是20V 25呢 那我現在如果 我把我的voltage變小 我要怎麼變小呢 這個2可以讓你看其他的點 譬如說 我現在看到的這個是 就是 是 我有一個點 點到這裡 譬如說我現在要看電流 電流的話 出現這個符號就是電流 這個符號像什麼呢 像個電表 它會看這裡的電流 當然這裡的電流跟這裡的電流 跟這裡的電流 是一樣的 所以我們來看呢 譬如說 這個電流呢 是這個 看這個C C的電流 像紅色秀給我們C的電壓 對不對 綠色呢 秀給我們source的電壓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電流會怎麼樣 它就出來了 出來這一條是藍色的 所以你看它秀給我這一條 不過你要想出現什麼人 你可以自己去end it 你可以under你的control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呢 這個綠色的呢 你看 它在這裡 從第一個看 這個 它是從這裡上升 然後下降 下降 上升 下降 所以電流一開始比較大 然後慢慢的下降 是不是 所以charge 那discharge是反方向 電流要送回source那邊去嘛 所以這裡是電流是0 然後這邊是正向 正向就是capacitor 充電 那負向就是capacitor discharge 放電 所以你看這個藍色這一條呢 代表的是 告訴你它是這樣的 有沒有問題 這是電流 所以你要看什麼都可以 剛剛跑出很多就是你每一個都去看 但是這裡其實你有興趣的就是這幾點 就是charge discharge 那我剛剛講說 我們要來看看它跟上升下降的時間呢 跟這個 vortage的高度沒有關係 因為它跟rc有關係 我剛剛已經改變r了 那你改變c是一樣的結果 那我們如果要 改變這個sauce的amplage 就是最高呢 譬如說我現在是從0變到20 然後要下降又20 所以這樣 對不對 那我也可以改變我這個sauce 我改變sauce 怎麼改變呢 這怎麼越來越小 我去年把這個東西放在我的computer 結果我才比例時被拖掉了 所以整個東西都不見了 損失蠻慘重的 沒關係 一樣 就出現這個 這個 這不是站 這是那個 這時候我們用按右鍵 它就出現這個sauce的specification 這vortage source可以是battery 就是dc 可以是sine wave 這地方你有很多種 你可以mary along 譬如說我現在用的是pulse 我會改 sine wave exponential 或是其他的 你可以specify一個檔案等等 你要看上就上 要下就下 你可以specify 那我們現在一個叫pulse pulse pulse就是說 initial是0 ons20 delay是0.05 對不對 然後上升時間 下降時間 你可以specify 上升時間是0 也可以 但是我這個是specify一個很小 上升時間下降時間 那維持多久 那它的周期是多少 0.0 0.1一次 總共幾個周期 我現在要改這個 20 我剛剛講說 rc 我們知道r的改變 c的改變會影響 對不對 那這個20 我們來改變看看 現在20嘛 我改成10 對不對 降低下來 降低下來以後呢 看看它的那個wave phone 會不會改變 10 好 我改變這邊 對不對 這10呢 ok 好 變小了 我也不知道怎麼變大 沒關係 那run run 它又出來了 好 它又出來了 它出來呢 我剛剛specify五個cycle 所以它就給我五個cycle 一二三四五 對不對 總共五個cycle 你specify兩個cycle 它就是run兩個cycle specify三個cycle 最後就是三個cycle 好 那我現在把這個 放大一點來看 換到剛剛的 這樣子 太小了 太小怎麼回來 沒有關係 我們剛剛來你看啊 我這個 這地方還有其他的訊號 現在我把它剪掉 你剛剛看了還是這幾個 就是重點是這個 綠色的是上升 然後紅色的是我們剛剛的 然後這個 藍色這個是我們的courage 所以 你看呢 這個時間並沒有改變 它這個shape還是一樣 這樣 雖然你這裡是10幅 對不對 這個剛剛是10幅 剛剛是20幅 那10幅的時候呢 那到這裡 那這個是電流 這樣有沒有問題 有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呢 這是一個很好的tool 而且是免費 對 而且這很好用 很好用 那 老師教你們怎麼去拿這個tool 你們都有脾氣 對不對 有一些個東西叫 LT Linear 叫做 LT是Linear Technology 對不對 所以它這個叫LTSpice 所以同學 記一下 你到 這個 你就Google LTSpice 我有沒有上網 這裡可能沒有上網 都沒有上網 對不對 我們這裡的 上網 看好不好弄 這部分我不用管 就是LTSpice 你打LTSpice LTSpice 你打LTSpice 就可以有一個free download到你的PC 按下去就可以install 很簡單的東西 install 這部分我想 我們的學生都不需要 老師的這個協助 沒辦法上網 我把這個關掉 我把這個關掉 我把它關掉 那這東西很好用 為什麼 假設你已經install了以後呢 你install以後呢 這個LTSpice 讓你把你任何色給 可以放進去 LTSpice 就是LTSpice LTSpice LTSpice 我們說 我要open 一個new new 對不對 我要一個new 那你就選一個new ok 這是new new呢 我們說 我要加個 剛剛我要加一個電阻 嘛 這就是一個電阻 啊 是不是 你要加個電容 加一個電容 這裡 這個就選電容 電容 加個電容 加個電容 對不對 好 加個電容 然後 電阻跟電容 顯然還有convection 對不對 我們先加個ground 這個ground ground 加在這裡 這ground 對不對 我們要加convection 我會選一個 哪個 就是 sauce 在哪裡 我們要加convection 加個sauce sau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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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加進去,這個可以旋轉一下 先黏起來 我們黏起來,這要黏起來了對不對 二連嗎 有嗎 另外 這個要黏起來 黏起來 黏起來是不是 這樣這個很難看 沒有臉 黏起來了對不對 好,可以黏起來 OK 那我這邊還切個Ground 這個Ground 對不對 這樣就我剛剛那個Secure Law 好 剛剛那個Secure 那我說 我說我要改他嘛 改他就用這個 出現這個Finger的時候呢 右鍵 譬如說這個你要給他一個值啊 這個值是多少 剛剛我是50 所以你就打50 現在有問題 好 這個C呢 我們也要改他的值 這個值就是 在這裡對不對 現在是多少 我剛剛講0.1 Narrow 對不對 所以這個值呢 capacitance呢 又打0.1 Narrow 0.1N 0.1N OK 所以這裡就有一個 叫C1 有一個叫R1 你也可以改他名字 那這個呢 這個Source呢 我們可以 去 specify 它的Value 好 我要Advance 對不對 好 這是剛剛那個啦 我選一個叫Pause Pause它就會告訴我 我要specify什麼 好我現在specify標 給大家看 譬如說我0 Initio是0 On呢 我剛剛講是10V 我Delay多少呢 0.05mic 對不對 Rice呢 就是我那個上升要花多少時間 Idea是0啊 但是世界上不是Idea 對不對 所以你就可以specify 0.001mic 下降時間呢 也是0.001mic 有沒有問題 好上升以後呢 你希望他維持 0.05mic 那麼久 對不對 維持那麼久 那 Serial 0.1mic 然後 你要幾個cycle 我剛剛弄了五個cycle 那你可以讓他弄三個cycle就好 三個cycle就好 那這樣你就把你的 這個 這個dc source specify出來 他寫在這裡 他寫在這裡 Pause 這是number 那沒關係 你現在有了這個circuit 你說這是我的circuit 那我的circuit呢 我要來 simulate 所以simulate就 跑這個 選裝 诶 我出現在哪裡 simulate要弄哪一個呢 弄多久 我要一個 analysis 是不是 stop time 是多久 譬如說我要兩個micro 是不是 我現在simulate 各位 上去啦 這個訊號已經看到了 他出來給我這個 我現在呢 10幅 然後有三個cycle 10幅上去下來 上去下來三次 三個cycle 那這個是他秀出來的這個votex 那我如果要看這個 那我如果要看這個 我剛剛講要看這個啊 看這個的時候呢 你應該把這個拿過來 這個針呢 就是那個 探針 我指向這裡 指向這裡 就是說他就把這個votex給我看 剛剛這個votex是這個 所以指向這裡的時候呢 你就可以看到vc1 就這個 出現的就是藍色 有沒有問題 那這些display呢 不見得要這樣子 你可以在一個 一個fire 去specify 比如說 你看view什麼 我剛剛講還有電流對不對 我們要看電流 看這個電流 看這個電流 他需要電流給我看 那你可以把它delete掉 所以你要view的時候呢 你可以zoom 對不對 然後呢 你可以這個 你可以edit edit的這個 其他的東西 所以我想 這樣有問題 任何 circuit 你都可以拿來分析 拿來分析 有更advance的分析 我們以後再講 現在只是告訴你 rc 跟這個rl 你換個l 也是一樣的道理 你可以換個l 也是一樣的道理 到這裡有沒有問題 如果沒有問題呢 我要把這個關掉 就一定會在說 對 把這個關掉 有關 那 就 也 是 有 有 按兩次 這樣是兩次嗎? 再按一次 再按一次 這樣翻了哈